全国疫情三级警戒 计程车业 餐饮业 旅游业等都受到重创 但从中央到地方 至今却都没有明确的补助规划 市议员陈建明痛批 没工作没钱 要怎么让民众安心配合防疫 没有钱比病毒更可怕 所以为了让基层的劳工 能够配合政府的政策 让防疫政策能够落实 我们在此再次的呼吁 我们的政府赶快拿出有效的纾困 立委邱成远认为 中央应比照去年提供四项补助措施 除了继承车业者 希望比照去年先提供每月一万元 共三万元补贴等纾困补助外 餐饮旅游业和有工作无保险者 也急需纾困 去年的部分纾困2.0期间 一次性的急难救助 那时候是有发1万块 那个是有劳动部在投保薪值 我记得是在 在2万8还是2万4以下 这个我们数字再确定一下 但是因为现在目前这四个最重要的 我们在纾困4.0 在下个礼拜一就要通过 相关的法案的延长 但是目前都还没有看到任何的 一些规划的措施 除了商业师有规划了一些 初步的概念之外 其实都还没有很具体的方案出来 让我们的民众知道 疫情看不见镜头 邱成远呼吁 政府需精准纾困 端出更有效率的纾困措施 记者联席会台北报道